如果说冬天有什么运动又酷又好玩,那么小编必须举手投滑雪一票。 再大冬天和雪花拥抱,再缩缩缩往下滑的感觉可以说是爽呆了。 每年11月到次年3月都是美国滑雪度假的最好时期。 小编将根据美西美东分上下两期,分别给大家推荐2020冬天最值得去的滑雪场。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先来看看美西地区的滑雪场。 首先第一个是加州太浩湖地区。 太浩湖位于加利福尼亚州与内华达州的交界处,海拔接近1900米, 其四周山区的最高海拔则超过了3000米。 地形地势因素与太平洋暖流共同作用,为这一带地区带去了丰富的降雪。 太浩湖可以说是美国人气最旺的滑雪场了。 由于太浩湖所处的地理位置很好,山上每年会有平均500英寸的降雪量, 再加上周围共有14家滑雪场,使得太浩湖成为美国西北部最著名的滑雪圣地。 而且与多数雪场所在的深山地区相比,太浩湖周边的夜生活更为丰富, 酒吧、餐厅的选择比较多。 太浩湖周边最著名的滑雪度假村要属天堂滑雪度假村, 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滑雪度假村之一。 第二个是加州蒙马山。 蒙马山是西海岸的碧游之地,也是加州著名的滑雪圣地, 位于内华达山脉地区加利福尼亚州的中部, 这里雪季也很长,大约从每年的11月到次年5月都可以滑雪。 冬天因为北方道路封闭,所以游客一般来自洛杉矶和加州南部的一些地区。 该滑雪场地覆盖面积3500英亩,约14.16平方千米, 有8个地形公园和一个超级滑道, 有160多条雪道,低难度雪道约占25%, 中级难度雪道占40%,高难度雪道约占35%, 雪质好,雪季长。 再加上很大的滑雪地形, 这里一直是南加州资深滑雪爱好者和极限运动爱好者的第一选择。 第三个是犹他州,犹他州拥有美国最好的粉雪, 这里的整体气候相对干燥, 但位于盐湖城西侧的巨大盐湖在冬季不结冰。 当寒风从太平洋吹来, 水分就被带入空中并于东侧的山脉前形成降雪, 于泰浩湖地区雪场高达10%到15含水量的降雪比, 犹他州奥塔雪场降雪的含水率仅为5%到7%, 因此,这里不仅有直升机滑雪,还有多家雪场支持雪猫滑雪, backcountry的AT导滑更是常见。 总的来说,犹他州的雪场不会太冷, 雪盲的情况也不多见, 而且多数雪场都有很大面积的零线之下的区域可以躲避风雪。 小编在这里推荐三个犹他州的滑雪场, 第一个是阿尔塔滑雪场, 它是犹他州降雪量最高,雪值最佳的雪场。 雪鸟滑雪场, 它是非积压雪道数量最多的雪场。 帕克城雪场, 它是美国最大的雪场, 拥有大量适合中高级滑雪者的雪道。 第四个是科罗拉多州, 科罗拉多州位于美国本土中部偏西的位置, 州内大部分面积被洛基山脉占据, 也成就了其冬季户外运动天堂的地位。 该区域的主要特征为海拔高, 大约2500米到4000米, 雪期长, 大约从10月底至4年5月中, 雪质相对干燥, 雪况更有保证。 科罗拉多州的雪场主要分布于丹佛以西100至150公里的区域中, 延70号高速公路两侧展开。 其中, Vell, Breckenridge, Aspen, Snowmass等豪华雪场从规模到服务均属一流, 并屡次入选各类北美最佳雪场榜单。 当然, 你也可以在这里找到很多同样优质, 但雪票价格更便宜, 滑雪者人数更少的雪场, 比如, 香槟粉雪专利的拥有者, Thimboat雪场, 闹钟取经的Coopers Mountain雪场, 以及绝对专家级选手的梦幻雪场, Silverton等。 小编在这里推荐两个科罗拉多的滑雪场, 第一个是阿斯本雪堆山滑雪村, 这里的滑雪地形丰富, 复杂。 范尔滑雪场, 这里是飞机压雪道数量多, 美国的第三大雪场, 第五个是Jackson Hole Mountain, 杰克逊霍尔在美国华俄明州西北部19000米处, 它的基底标高是美国所有滑雪地中最低的, 1924米。 杰克逊霍尔共有13辆缆车, 每小时可运载17833名滑雪者, 缆车的总价值超过3000万, 是北美洲乃至全世界最豪华的滑雪缆车, 这里的缆车路线比曼哈顿的地铁还要发达, 效率之高很难想象。 从1974年开始, 雪场就为资深滑雪爱好者提供直升机滑雪服务, 采用最新的AS350-B31直升飞机, 覆盖1234平方千米的地形, 其中包括杰克逊山庄, 南部所有的河流、山脉, 有辽阔的碗状地形以及陡峭的滑道, 甚至是魔法森林和沼泽也可以成为你探索的领域。 冬天的杰克逊霍尔是滑雪, 玩激动雪橇以及溜冰的绝佳之地, 杰克逊霍尔有北美最具挑战性的雪道, 对于缺乏高级道滑雪经验的玩家来说, 是真的会令人感到肾上限速过载, 终极道难度相当于其他雪场的高级道, 它的落差有1262米, 是北美垂直落差最高的雪场之一。 如果你看到标识牌上著名悬崖, 那意味着是真的悬崖。 另外, 这里的雪道不仅够厚, 更重要的是足够松软, 即使摔跤也没有关系。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, 今年因为疫情关系, 需要保持社交距离避免病毒扩散, 所以, 今年雪场不开放现场购票, 所有雪票及部分雪场装备, 都需要提前在网上预定购票哦。 下期节目, 我们接着来聊一聊美东的各大雪场, 欢迎订阅关注我们, 并且开启小铃铛, 就不会错过最新的更新了。 爱生活, 让你爱上北美的生活, 我们下期再见。